你们要听得咱们一起去 咱们回去 快回去 咱们 咱们息怒 慢点 有什么事吗 回主子话 庄二哥们过了西家道直奔庄医院来了 知道了 退下吧 这 主子 我明白了 小头 俗话说大难将临各自飞 你我虽说平日里主仆相称 其实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看待 这次 主子 您别说了 用您这话什么都有了 三得子 送去院门前迎接众二哥 该说什么话你是知道的 能劝就把他们劝回去 车 这会儿有口茶喝就好喽 不然就站着大火盹着 这南书坟是咱们喝茶的地方 我这不是 圣上从来就没有轻慢过南书坟 这么一天天的说不来就不来 这让人有点不放心 托河其大人 您跟万岁爷熟 问您 这圣上真的能让毕了官吗 我和万岁爷也是国事相守 这你和我是一样的 要说心内 圣上之心有谁能命 快 快快快快 给众位阿哥请安 给咱公公请安 罢了罢了 你们瞧 这天不错 蓝的是蓝的 白的是白的 怎么着 几位阿哥今儿起场 约好了的 没约 碰上的 碰的好 约的不如碰的 那敢问几位阿哥 这么好的天碰到一起 有什么事吗 天好不好 我们没看见 也不想看 事自然是有 有啊 嘴消利落了 好 方便吧 有什么事 说给我听听行吗 三哥 别跟他说 咱走咱的 慢着 不说清楚谁都甭想动 我们要见花嘛 好些 笑心 得了 奴才替几位转了吧 这事你转不了 哎呦 四哥 那您是小乔奴才了 我三得子跟着万岁爷 安前马后的二十余年了 这经过的事 传过的事 转过的事 要是能写出来 他也都马拉车在 这宫里宫外 就没有我转不了的事 我转不了 这么跟你说吧 小时候里每天拉没拉屎 都是我转的 知道吗 行了 回去了 哎 哎 哎 三公公 这话您不说我们也知道 我们虽说是贵为皇子 但对您 我们也知道要敬三分 再加二分呢 您甭跟我们说这些了 用不着 我们从心里怕您 哎 不敢 话不多说了 几位阿哥要是没事就请回吧 回头 我一定在万岁爷面前 带几位阿哥请安就是了 儿子想见爹 要见亲爹 你带得了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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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阿哥 这事我是带不了的 依竹子 奴才无能 看您的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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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我一者 于一切法无言不说 该怎么样 就怎么样 是啊 不该怎么样 就不怎么样 众阿哥吉祥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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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得子没挡住 人来了 让开 让开 众阿哥吉祥 给额阳起安 免了 起来吧 阿哥们请起 额娘 儿臣兄弟几人 今儿来到这里 如有冲撞 请额娘见谅 我 我见得多了 不怪你们 起来吧 额娘 有一事 如蒙额娘恩准 我们马上起来 只要我能办的 说出来 我一定答应 儿臣兄弟几人 多日没有见华阿玛了 想见见华阿玛共续天伦 这我办不到 万岁爷闭关了 谁也不见 敢问额娘一句 闭关一词怎么讲 这 只要问法印 请额娘经口明示 你们 这是要考我呀 闭关 闭关就是关闭城门 你们没有听到书场里说书的常说 闭关落索吗 就是这个意思 你们今天来就是要问我这个 额娘 您要是这么说 可就别怪我们兄弟几个要闯关厌关了 慢 没你的事 有我在 这个关你们谁也过不去 动手 等等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们真拿额娘当一窍不通的赶面仗了 等我说完 若有不对 再撒爷也不迟 这 刚我说的是俗家语 佛家语还没说呢 佛家的闭关也叫做官 就是一人入一室 诵经打禅 对外界不闻不问不言 闭关的天数不等 此次万岁爷要七七四十九天才能出来 这就是佛家的闭关 你们想跌了 好 等着 开关之后 你们想见皇阿玛谁也拦不住你们 但是现在不行 给我退下 额娘 太子阿哥 托大人 问清楚了吗 万岁爷确实闭关了 为什么 不知道 仲阿哥在庄医院闹呢 不好 那我怎么办 什么也不办 等等看 我最不愿意等了 不能等 等就来不及了 来人呢 这 小顺子 你不是跟三公公熟吗 速去庄医院打探 这 等等 太子 我看去都不用去 他们闹最好 要是闹得万岁爷生气了 怪不得你 要是闹得万岁爷不在 那又怎么样 那太子您 不就正大光明了吗 说的有道理 好 咱们先看看 额娘不见也可 那就请皇阿玛说句话也行 就一句话 已了儿等私亲之意 对 请皇阿玛说句话 你们哪是要说句话呀 你们是不信我的话 闭关之人 一句话都不能说 我们要听皇阿玛一句话 闭 闭关不得开口 你们还不退下 我们要听皇阿玛一句话 皇阿玛一句话 回去 快回去 请皇阿玛 请皇阿玛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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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话 你们哥几个就对着关口说吧 不想让我们听 法印 我们出去 快回去 请 正 禀开阿玛 尔等静候 尔等静候 各位阿嘎 这话也说了 情也续了 退下吧 退下吧 皇阿玛还没开口啊 还开什么口啊 这已经说了 就是已经说过了 没听见啊 没听 groß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哎呀来来来 来来来来 哎呀 这能用耳朵听吗 这得用心来听 你们几个那都得物 我问你们此为何物 水壶 对呀水壶 万岁爷把水壶拿出来 这就等于是说了 说什么 说 是啊 这个渴了要喝水 饿了要吃饭 该干嘛干嘛去 这天哪他塌不下来 叫你们几个别着急 不信啊 不信是不是 你们连三公公我的话都不信了 你们几个早晚得吃亏 黄阿玛真是这么说的 我是谁啊 我伺候你们黄阿玛这么多年了 我还能听错了 散了散了 散了散了 走走 三公公告辞了 三公公告辞了 不管怎么说 没看见万岁爷的手谕和圣旨 说什么也不信 万岁爷为什么要闭关 不信 不信也没用 我也不信 但众阿玛们都闯到庄医院去了 看着明明就闭关了 徐大人你说话就说话 别那么挥手好不好 别着急 我听说万岁爷因为闭关不能开口说话 还给众阿哥出了个哑泥呢 怎么讲 说是从饭口里头挑出一盏灯笼 灯笼 什么谜底 据阿哥们感悟说是有灯不怕夜 无灯天自明 有意思 升凹 我可是听人说了摔了一只碗后又推着个水壶来 还有的说伸出三个手指头 说的都不一致 没眼儿 先别说没眼儿的事现在怎么办 哪好办 天天还得来 来啊 来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也得来啊 拿着俸禄到这聊天喝茶 干什么都得来啊 这位大人 在下有一句话 男大人请讲 如果大人们实在无事 在下愿意每日为各位读旧约一篇 哎呀你算了吧 万岁爷都被你读进关里去了 还读呢 不管你们听不听 从今日起 我来读 盖影就起地 哎呀别讲了 毕业讲了就乱了乱了真是乱了 走吧走吧 咱们去求见万岁爷去吧 走吧 哎呀 这真是乱了 还有神仙面这种东西 要不把他 要不把他兄弟杀了 对杀了 你们想改朝换代 你们都不是万岁爷的对手 万岁爷真的照不着了吗 我看未必 乱主子 您用点点心吧 不想吃 三得子法印 在 他们闹完走了 他们一走 我反倒没底了 你们说说 他们可是信了 他们不信不要紧 关键是咱们不能不信 咱们信了事就真了 他们不信 他们不信就不信 法印 你是不是看出我心虚来了 回主子 没看出来 主子 法印自己心虚了 法印说得对 我心虚 我知道 多大的一件事 就像夜里的一声惊雷似的 整个天下都醒了 谁不是睁大了眼睛往这看 我真是希望 那摔出的碗伸出的手都是真的 用不着 我一个富道人家在这顶着 我心虚的 多大的一片天 我能不心虚吗 这才是第一波 竹子 您不必想那么多 我也不愿意想那么多 能像个梦似的做过去了多好 法印 在 你有什么主意吗 法印没什么主意 但是想一想 没主意也就是主意了 嗯 此话怎讲 您想啊 没主意就踏实了 就直接硬顶着 傻话 顶不住了 那天不就塌下来了 那你说怎么办 你们俩的话都对 没办法了 只好顶着 顶不住了 天就塌了呗 有什么办法 管不了许多了 都问过了 没见万岁爷出宫 都问过了 没见 好 太子问起来就这么说 这 只要万岁爷在宫里 就能把他给镇住 偷大人 我想通了 这 这明摆着是在考验我 黄阿玛天天上朝礼事 读奏章 突然间人不见了 闭关了 闭关 他是去了暗处 他人不在 眼睛可亮着 看谁呢 看谁呢 看我呢 托大人 说句心里话 自从第一次被贬折之后 虽说我又立为黄楚 其实 有如惊弓之鸟雀一般 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 我说 最近这事 你没听说吗 都传开了 真的 都传开了 说万岁爷被遗嘱子关起来了 我听的可不是这话 说是万岁爷丢了 突然有一天他不见了 别闹别闹别闹 我跟你说啊 还说那个三德的三公公 见不着万岁爷 都吓得尿裤子了 尿裤子了 是吗 当然了 三公公吓得尿裤子了 你们知道的不少啊 猴崽子们 来啊 绑喽 着 给我好好查查 这两个是哪个房子 平时是怎么叫的 闲时忘义主子 打 打 着 等等 等等 这还没打呢就尿了 这帮太监真是一拨不如一拨了 算了吧 打个硬的还有点意思 打这种软弹没劲 还有啊 记住了 只此一回 下回再让我听到有谁在背后一轮万岁爷 打死勿论 走 这 谢三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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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是 是 的